我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参与了一年多的扶贫工作 在这一年多的扶贫工作中 一共是帮扶了有三户的贫困户 其中有一户是一个69岁的老爷爷 他们家就住在观山上面 老人家腿脚非常的不便 他要到200多米外的一个山泉去提水 夏天的时候还好 如果冬天下了雪 路就有点危险 老人提水就非常的不便 然后我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 我就跟村委会反应了 反应了之后就是从他提水的地方 给他架了一条水管 一直通到爷爷的院子里 现在爷爷在院子里 就可以直接接水了 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户是两位老人 因为老人年龄大了 然后从事不了什么 过于繁重的工作 家里的经济收入不是很高 然后在我的联系下 然后给他们开启了一间小商店 可以贴补家用 还有一户贫困户 他们家里有一个 有些智力残障的残疾人 他的父亲也是年龄很大了 我经常就会担心 如果老人不在了之后 这个残疾人应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经常去他家里去看他 给他送一些鸡蛋什么的 我还积极地联系了社会福利机构 也是算是帮家里很妥善地 解决了这个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